李宗盛 雖然他還在 開車的電子系統 更加進入 郭忠盛 附近 郭忠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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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R1都超過200匹 那其實一般來說 在導路或機器方面 其實一定要有這個裝置 因為如果你在低速彎的時候 因為馬力太大 如果你一給油的時候 尾輪有機會會打滑的 那這個電子系統就防止 你在打滑的時候 將你的馬力會減低一點點 令到你給油的時候 會放心一點去加速 其實用在路面或道路來說 它都會頗有幫助的 因為對於新手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容易適應的車 那我們看看今年一二年款的這輛車 公布是有七段的出身控制 但是我們現在眼見 基本上它是有六段 我們可以看到 它是六段調校的 又是一邊轉的 暫時看到六段 而且它的模式方面 有分A模式 Standard模式 和B模式 其實加起賣上來 大概都是有整 暫時我們看到 是十八段去調校的 其實車主現在都慢慢適應 那個調校的方面 我們看到左手邊 這個灰色這個按鈕 就是控制這個出身控制 有上有落 如果按這個位置 就是下落 因應你自己的 當時的路面情況 彎的速度 和彎的角度 控制你的比油的時候 你覺得出身控制 你需要多一點點 我們在行車的時候 同時也可以因應 當時的彎的馬力 各方面可以調校的 但是要調校這個按鈕 的時候 一定要縮一縮油 它才可以按鈕 我們看到 它出身控制的分別 就是多了兩樣裝置 一就是這個感應器 還有這個 裝在碟上 這個是用來讀 讀輪轉的時候 讀取這個數據的 謝謝